繼續來看電視創造每學會 在台北町上 說來的亞視業者 都來推出到新品 當中最愛受到注目的 就是花絲主席 每年要在台語賓道補出的 兩出電視局 這出是老孤寶的孤動老菜單 這出是若是一個人 這製造人跟英文都在現場 分享他們拍戲的感覺 製造人 葉天倫 主持人英文 五首主 加上新世代營館 紅色紅色 雖然發生主席的台語賓道 第一代明年要推出的 老孤寶的孤動老菜單 台語區不是只有某一種樣子 其實它有各種各樣 像我們剛剛看到 哪是一個人 還有另外一種樣子 然後老孤寶有另外一種樣子 孫女養成績有一個樣子 其實台語區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拍攝的中景 選擇的沖南本土味的 台北大長堂 講到透過時分 找出緊緣的故事 另外一出台語賓 如果是一個人 用很多新生代營館 包括四葉草成玄 張廣誠 都是年輕人 用一批他們願意學台語 想要講台語的人 來詮釋我們的角色 讓台語他會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都會感 然後就會每一個台詞都把它錄下來 其實我們就是一直反覆的去聽 然後一起去繼續加油 今年的台北電視內容 交易跟創造每一合會 集合來自二十個國家的電視內容的買主 買藉由這個平台 讓國際台灣關重的好戲 在全世界發揮